最後我們要輸出的話,從哪裡輸出?請你來這邊看一下 它上面有很多選單,但我們先不管它 你從這邊,上面有一個叫導出,有沒有?就在這邊 但是要輸出之前你可以先存檔,就把它專案檔先存起來 我們剛剛不是存在一個資料夾裡面嗎?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檔案比較大,比如說你有視訊或有錄聲音 它會在裡面還有其他資料夾,就是它的素材 等下素材,那你最後存完的,你要把它導出 你看它這裡可以支援很多的格式,有沒有? 包括變成一張一張圖片,變成視訊 這兩個都是完全免費的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這套軟體它 如果你要輸出付費的功能的時候,還是可以輸出 只是會多一個LOGO,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說,我把它變成PDF,或轉回Word的PowerPoint Excel 都可以,甚至變成網頁也可以 都可以,只是我們這邊就直接變視訊 視頻的部分 好,點了 OK,有沒有發現它預設就是MP4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輸出到哪一個位置 假設我就先放桌面上 它輸出的檔案其實也蠻小的 也蠻小的 當然比我平常在錄影這個會大一點點 好了,有沒有,因為我只有一頁而已 所以很快 那預設的話是3秒鐘嘛 所以我們可以回到這邊來 在這個地方 這裡 因為就只有這樣而已 好,就只有這樣這樣,3秒鐘 這樣有沒有了解怎麼輸出了 好,沒有了解 我覺得很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